今天又遇到一个特别头疼的事情 大早上我去看一下 我们羊肠盖的小屋地面干了没有 突然发现一地的鸡毛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早上就想看一下地面干的怎么样 就发现这一地鸡毛 心都是慌的 现在去看一下鸡还有多少只 看发现场 这些像是鸡的鞋 早上晒杯子的时候 照也有一片的鸡毛 但是没想太多 一共买了20只鸡 确实又丢了一只 一开始我们丢了4只 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鸡笼 过两天又丢一只 又做了一个这样的鸡窝 晚上把鸡都赶进去 用砖给堵住这个口 就昨天偏偏遇上偏偏 没有把鸡赶到鸡笼里 就又丢一只 哎呀 我的天哪 好不容易 你看这鸡比前几天 肥了好多 我也都长大了 大难临头了还在这荡秋千 真的太无语了 刚刚邻居大哥来聊天的时候 人家就说这旁边确实有黄鼠的 我看有网友在之前的视频里边 给我留言 说让在养场装机监控 那现在装监控 我感觉没有太大的作用 现在要想一想怎么样 才能防止黄鼠狼再来冲击 对了 还有网友留言说 养一些大鹅 黄鼠狼怕大鹅 那我们现在都养了有十只大鹅了 为什么还是有黄鼠狼来冲击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谁能告诉我们 到底是咋回事呀 这是我们养的大鹅 朋友们说黄鼠狼怕大鹅 也不知道是我们养的大鹅太小了 黄鼠狼不害怕吗 本来想着请大家吃炖土鸡的 你看现在这鸡长得多肥 马上就能吃到炖土鸡了 这些鸡一直丢 看下有什么好的办法 不然的话 这些鸡吃不到肚子里边了 这些鸡的鸡 这些鸡的鸡 这是早上做了一些鸡汤 也没有喝完 现在让鸡汤把它吃好 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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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汤